在这个地方选情的部分 尤其这个士林北投 因为今天汉庭在现场 汉庭已经宣布要参选了 但是他碰到的就是 对手是国民党的张思刚 那所以其实 这个礼拜大家很忧心 蓝银的支持者就觉得说 这不是造成泛蓝分裂吗 所以张思刚呢 他在昨天抛出了说 要不然我们来比民调 我们来比民调 那赢的人胜出的人呢 就代表参战 那抛出了这个 脸书的贴文下头 我们看到 韩国瑜来留言了 韩国瑜写下团结合作 用实力争取选民支持 斯刚加油 好 我直接就单刀直入了 请教汉庭 张思高抛民调决胜负 你接不接招 首先呢先回应这个下面标题 泛蓝分裂这件事情 首先第一个严格来讲 我们不能叫做泛蓝 我是郑蓝 就郑蓝本来坚持的价值理念 路线孙中山先生的信仰 不论是在九日共识 或者是能源或者是其他打击民进党 侯瀚庭呢从不缺席 谁能说侯瀚庭不是郑蓝 但今天呢就是为了要避免背上 所谓泛蓝分裂的骂名 所以我改以五党籍来参选 就是以个人的身份 个人的理念 个人的成绩来争取所有人民的支持 那再加上吴思瑶以及民进党的烂极可耻 早就已经超脱蓝绿了 就不分蓝绿本来就应该是要共同下架吴思瑶 吴思瑶的很多问题是连绿营的人都极端讨厌 好那当然也会有人问说 那为什么没有办法早一点宣布 这个问题就来了 就是说张思刚议员呢 他是在我们去年议员12月 去年12月的时候就职 然后呢他在1月底的时候宣布参选 所以请问我要怎么样 在他宣布参选之前就宣布 我要在去年连任议员之前吗 我在连任议员之前就说我要宣布吗 这好像也不太合理 所以而且呢事实上是 在去年选议员的时候 我确实没有参选的意愿 而且实际上呢就是有人讲说 那我是不是有先前说 没有要选后来这个改口啊 没有诚信 那也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情 因为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呢 我刚好在关渡的活动遇到他 我就已经跟他讲说 今年有地方人士要劝敬 6月的时候新闻就出来报导 后来我一直对外都说审慎评估中 所以后来呢就是 我从来都没有对外讲说 正式表态不选 所以跟郭台铭没有办法来做类比 那么今天呢这个司刚兄的提议 我也是深感佩服 所以而且我相信国民党中央 应该知道这对他可能比较不利 因为前两天 这个大数据所统计出来的结论 就我目前在网路上的声量 跟网路上的战斗力 确实是比较具有优势 所以韩国瑜市长说的很对 我们就用尽全力的来争取大家的支持 本来就欢迎所有要禁逐立法委员的人 一起来比政见 一起来比理念 一起来比服务 来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 那我相信我会是获胜的那个人 我也相信选民的智慧眼光 所以你民调就接招了 就来比民调 没有 但关键是 就是说今天的关键是 为什么在国民党 已经推出候选人的状态之下 仍然在地方上有非常多 国民党的人士来对我的劝劲 就不仅是说什么一个两个而已 然后呢也不是说数十个里长而已 我接触到了至少上百位的蓝营人士 那也包含了国民党籍的大佬 都支持我 那为什么 就我今天讲白话 就假设今天是陈崇文 或者是汪志斌 出来参选 可能至今我都不会有参选的动念 因为他们没有 破坏党的团结 他们没有破坏党的团结 其他的事情我不便多说 但总而言之 就是如果因为很多人都告诉我 就像我前面说的 不是什么一个两个几十个而已 是他们没有办法投下张思纲 他们宁愿票投吴思瑶 或者就不投了 就票投或票投吴思瑶 所以如果最后事情爆发出来 如果士林北投的事情爆发出来 造成吴思瑶的得票创新高 那才是对蓝营的重创 如果那个时候 吴思瑶得票创新高 或者是事情爆发出来 而我没有宣布参选 那个时候人家投不下去 只能投吴思瑶 造成吴思瑶得票创高 那才是对士林北投蓝营的大打击 所以应该是国民党中央要思考 要倾听为什么在地有这些声音 然后应该思考这些意见之后 来做出最后的整合 我认为这是国民党中央要思考的 那当然我认为 这个也不要过度谈论我太多 我们还是极尽全力的来打击民进党 因为你还记不记得 就是之前上个礼拜 大家还在传说 赖平渝被民进党中央给下风口令 那他今天这一波操作 你认为会不会又被暗示一下 真的不要再这样子 让这个继续烧下去 你看这个民进党的一系列的操作 但因为现在是党部有正式出新闻稿 这个新闻稿我认为非常恶劣 他讲说马德呢叫做 贴身接触 然后肢体贴身骚扰肢体接触 这摆明就是影射性骚扰 摆明就是影射肢体骚扰 那男记者对女立委的肢体骚扰 你影射下去是啥 其实就是觉得马德这个人很坏 马德这个人很变态 不外乎是要做这种影射 那所以影片已经事实俱在 但民进党充耳不闻 当然两眼无视 为什么 就是要泼脏水要污蔑 把一切的罪都丢到马德身上 所以当然一方面 我们帮马德加油打气 第二个澄清事实真相 第三个当然要继续来讲说 民进党的这个所谓 假反中增田人民币 到底有多么的无能滞胀 以及多么的可恶 如果我们再翻到当初社团法人台湾服务业的发展协会 里面的这篇文章 2013年11月20日 的这篇 就是这个赖敬林所担任的这个协会 对吧 2013年10月20日赖敬林已经是理事了 赖敬林已经是负责人了 已经是理事了 他这边讲说当前两岸已经进入了既竞争又合作的时代 面对情势的挑战台商只剩四条路可以走 其中就是由制造业转服务业 但当前服贸协议仍在立院卡关 他担忧时间拖越久 机会将稍纵即逝 这个网站挂点了 不知道是不是被爆料出来之后 他这个服务业的发展协会的网站就再也看不到 但好像脸书会留下历史记录是什么 就是这个发展协会当初还很忧心 哎呀这个服贸要卡关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 问你女儿啊 问你女儿为什么会卡关呢 你女儿2013年11月不就是反服贸反了正凶的时候吗 虽然是2014年才闯到立法院 但相关林非凡之流的抗议活动 早在2013年就开始了 各种的冲撞各种的包围 所以赖金林身为理事长 然后你在这边担忧说 哎呀这个服贸卡关了 2013年应该赖金林本人还是立法委员吧 你自己就是立委 然后你自己就在那边卡关服贸 结果你创设的这个协会 你担任理事的这个协会 然后在那边告诉老百姓说 哎呀这个服贸一定要通过啊 这个服贸怎么可以卡关啊 这不是两面人吗 这不是两面人吗 你就对着做生意的讲说 哎呀我民进党都还是很支持你们做生意啦 但实际上你又对那些深绿的人讲说 哎呀你看这个做生意做下去 这种地洞山摇啊这个侵蚀台湾出卖台湾啊 这种双重 这不仅是双重标准 这是双重的嘴脸对待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 进而获取不同的利益 你创了这个协会好歹干嘛 那当然一方面也是为了要发财 否则协会的经费从哪里来对吧 协会呢就跟大家来收一些会费 跟大家来收一些费用 然后呢同样的你在立法院 甚至你跟你的女儿 然后来反服貌 来获取政治上的红利 那是过去真的哎呀大家是没发现 就想不到呢 你们这个协会想不到 赖净林跟赖品瑜竟然是这个样子 而且其中最过分以及最关键的是什么 就即便赖净林他可以声称他可以切割 哎呀这个我爸是我爸我是我 他好歹也要这么讲 他不要躲躲闪闪 他直接讲说我爸是我爸我是我 这样大家还可能没得话说 但今天他连这个话都不讲 为啥 就是因为他心知肚明这一关 也是过不去的 怎么说就是很简单的 有没有遵守到利益回避的原则吗 当初马英九当上总统的时候 他的太太周美清 他的姐姐马以南 立刻辞去相关工作 请问他的工作 有立刻得到马英九的标案吗 没有嘛 但当时什么就二话不说 就是立刻辞掉工作 然后呢绿营当时还是一阵痛批 哎呀你看什么矫情啦 我说哎呀那搞不好是有拿到问题啊什么的 但想请问一下今天就来看 女儿身为立法院的委员 然后呢爸爸在干嘛 爸爸在拿到光电相关的标案 再拿到经济部相关的案件 再拿到台电相关的案件 这难道不用遵守利益回避吗 所以第一个从这个口 我们一定可以继续撕开更多的问题 辞掉董事长 这只是目前的止血 但是根本的共生利益结构还没有改变啊 那请问难道台电的标案云豹现在没有继续接吗 有啊 已经合作的契约有终止吗 没有终止啊 他已经拿下的案子 正在做的案子 正在台电跟经济部 正在给他的钱 难道没有继续给吗 继续再给啊 而且不要忘记了最荒谬的是什么 2017年的时候 当时立法院所谓太阳能的屋顶 干嘛 就是标给云豹公司的子公司叫金城能源 然后这个金城能源干嘛呢 用华为的设备 大家有印象吗 对 所以你这个反中的 当时大家想说你搞什么啊 你这个反中的怎么会用这个华为的设备呢 这不是自取其辱吗 这不是自打嘴巴吗 结果才发现 因为他爸爸长期就是鼓励两岸交流 就是来搞两岸的服务贸易协会的发展跟促进 所以当然要支持华为的设备啊 所以今天呢 之所以有这么多民进党人要去声援 一方面为了转移焦点 第二个就这确实是打到了他们的痛处 证明民进党干嘛 就是一方面在台湾骗选票 一方面在大陆骗钞票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 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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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你在这里学习的女生 你修制成 瘾上了 你修制成